你也太好了 我都在说这样呢 你怎么说 我要这么说的肯定就太好了 我要这么说肯定就太好了 哈哈哈哈 你也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们认识的 不好意思啊 是他们俩逼我的 来来来胖子 来来来 坐 你小心眼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特好的姐妹王远 胖子 正脸东 你好 东哥 东哥这次回来怎么打算的呀 回来看看 在国外待着太寂寞了 不是说出国挺好的吗 好什么好啊 好山好水好无聊 所以说我回来看看 有没有人发展的机会 也是 我们小区隔壁那个大排档 你知道 旁边开了一美甲店新开的 那个美甲店的老板呢 就是从国外回来的 那美甲店还是借钱开的呢 那美甲店还是借钱开的呢 你说在国外上了 那么多年的学 口袋折腾得比脸都干净 胖子 我不是说你啊 说着就是你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啊 对得起啊 对不起啊 最无水就周阿北 还不赶紧抓住青春的小尾巴 结什么魂 小北 你结婚了 我说小北 你还有脸说人小北 怎么了 来了 我怎么听说 你又交新男朋友了 干什么的 什么叫又交新男朋友了 缘分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是假公 韩文静 你 你不说你男朋友是那个什么 私人卖保险的吗 对对对对 给那个 自家车做保险的啊 你真是卖保险 自家车保险 什么时候再可以见见 再不见又分了 韩文静 我要去信友间 你去吗 不去 去去去去 走 干嘛呢 别理他们他们就这样 不好意思啊 这刚才误会了 没事 他们故意逗你的 我都习惯了 小北他们从小就老欺负我 我知道 你跟小北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们是发小 那你们呢 我们是大学同学 我要当初跟你们一个学校 该做好 为什么 没什么 那点歌吧 好 吃点东西 东哥 快去 别叫东哥 叫胖子就行啊 你什么情况啊 靠不靠谱啊 你差点说漏了你知不知道 王游要追问下去 那咱弄事了 走嘞 走嘞 站好 说办得怎么样了 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啊 我让他往哪发展 他就得往哪发展 你现在就是幕后的一只黑手啊 贼黑贼黑的 不过好像瞒不住了 什么瞒不住了 你听我把话说完 行不行啊 站好 你说的留言要什么都没查过 人家能相信他 所以我让留言 假造了一份通话清单 各送给你儿子查查了 电话清单是谁的号码 哎呀能吃我的号码吗 我新买了一部手机 新办了一张卡 二十四小时待机 新那个福尔摩斯 那意思好像是 他把人约出来当面谈 我靠 他还当面谈 不不不不 你听见那个意思 他到底想不想离婚啊 我绝对不想离婚 我虽然就等他 给我打电话了 你要你们 把电话号码给他了 给了 今天不是挺不情愿的 你怎么让他给呀 再不情愿 能有我重要吗 那是 你现在准备女生死狗了 你讲什么呢 你以为我去给他当出气筒啊 那你总有个立场了 你不能去了找人打一架啊 那就看那是要钱还是要人了 要钱好说 要给法院判 要人那就太好了 江湖规矩去采免灾 趁机把老头和王源给搅黄了 说不定王源还能少奋斗两年呢 韩文静 我发现你自从认了刘洋以后 思维整理不少啊 简直现在就是女版的超人 那是 请把我童谷厂拿来 行 送你 咱们这么干了 王源能不能童谷啊 他不动意能怎么办啊 你那一看他每次都这么 哭哈哈的等朋友会等一辈子啊 我可起不过 喝酒 来看多些是 你 看啥了 上亲呢你 那说什么呀 你们上厕所都上怎么半天啊 我估计有人嫌我们回来早了 到幸福天地变成极空森林 我从心里 有男朋友没有啊 没有 没有 我回来了 今天回来得够早啊 累得很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 天天出去吃饭 您倒是不觉得累 回家就喊累啊 怎么我回来早都不对了 你回来才不得了 你早有什么用啊 你回来早也是倒头就睡 回来晚还是倒头就睡 你要是不回来 我们娘俩睡得还安稳些呢 老婆 你最近是怎么了 神经兮兮的呢 我神经兮兮 我神经兮兮 朋友辉 我跟你结婚多少年了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们娘俩 你每天的心思都在哪儿啊 天天出去吃饭 您倒是不觉得累 回来呢 回来一句话都没有 我每次跟你说话都得问两遍以上 要你就说根本不知道 你把这儿当什么呀 你把这儿当家还是当旅馆 你是不是快到更年期了 咱们现在说话越来越重 而且话越来越多 老婆 我在外面吃饭 那都是跟客户的应酬 这本身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你说我 我如果不工作不做事 你们娘俩吃什么喝什么 你亏不亏心哪 冬永辉 你亏不亏心哪 你每次出去吃饭 都是工作上的应酬吗 那应酬谁呀 情人 二奶 小三 无理取闹 嗯 你别问她 不得是 这是 那我把他留在一里 我去跟他留在一里 哥儿 我能带你送去 这段我也挺开心的 那我先回去了 回去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你猜刚才谁给我打电话 谁 父王莫斯 朋友回他老婆 他说什么了 我等他电话 等得又着急又紧张 可算打过来了 我接他电话的时候 我的心就快跳出来了 你快说他说什么了 他还能说什么呀 就是说 我有没有时间约我见面呗 那你现在准备去啊 那他人了 要不然呢 不是 不是 他打电话来没说什么吗 他不是心事问罪的 都是成年人了 哪能啊 我觉得你得慎重 把你平常那套得收一收 人家保卫自己家庭 没什么错 你可别再添出什么乱子了 人家王莫也没想 破坏他家庭啊 默默喜欢朋友会这么多年 他说什么呢 他跟谁说理去啊 又不是他的错 我就一直觉得吧 咱们也不了解这人 他万一是一个 侠胆母师型的呢 把你约到一个偏僻的地儿 卸掉一只手 尸臣大海 或者话不投机 干脆直接抱着你一块 同归于尽了 行了 卓贝 你是不是写剧本写疯了 实在不行你陪我去 你就跟他说 道景 你别这样了 我老公也出轨了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你看我说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做 一口气忍到底 我让他向你学习 你赶紧去民政局问问 结婚证能给退吗 不都七天之内 无理由退化吗 见完了赶紧回来找我 请你订阅吗 请你订阅吗 反航台 刚好 请 你好 你好 请坐 这什么呀 苦丁 不介意吧 不介意 茶嘛 也不知道王小姐 平时喜欢喝浓的还是淡的 我们年轻人 农妆淡膜总相宜 无所谓了 我喜欢喝浓的 因为浓的苦啊 这茶就像人生一样 总得先苦后甜吧 跟过日子一样 白手起家的时候 总是苦的 然后慢慢有了事业 家庭 孩子 就变成甜了 可是现在好像 不流行先吃苦了 一上来就想要甜 你说天底下 哪有这样的好事呢 那还真不一定 开命吧 你不是我要找的人 哪儿不对劲啊 你没戴耳环 耳洞啊 我有啊 前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丢了一只耳环 怎么能找都找不着 算了 就不戴了 真不好意思 我以为我认错人了呢 我觉得不应该呀 我认错谁也不可能 把你认错呀 你就没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是你约的我呀 不是我约的你 你就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约你吗 因为你们家老鹏 是 是 我想跟你聊聊我们家老鹏 我想你听听我跟我们家老鹏的故事 好 当初我跟老鹏在一起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 没钱 没房子 没睡 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跟的他 那个时候我们俩 很苦 可是他每天都安慰我 他说老婆 你要相信我 等以后我们俩有钱了 我会加倍补偿你 我会把亏欠的都补给你 后来 曼曼我们俩好了 有钱了 他也真的实现了他的诺言 他让我辞职在家 我什么活都不用干 他 我在家一心带孩子 我想要什么我就有什么 他在外面是个好老板 在家是好丈夫 好爸爸 他总是搂着我和田田说 我和田田 是对他最重要的人 谁都代替不了 我和田田说 我就是实话跟你说吧 你想让我跟我们家老鹏离婚 这是不可能的 除非我死了 我今天也约你来 一就是想看看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二呢 我想跟你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说吧 你想要什么 你想怎么样才能不缠着我们家老鹏 说话呀 说话呀 你哑巴呀 我没缠着你们家老鹏 行了你 王小姐 你就别跟我装了 就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口口声声说什么爱情 什么感情 我们家老鹏没钱 你会跟着他吗 行 行 这次算我倒霉 破财免灾 你说吧 你要多少钱 要多少钱你能离开我们家老鹏 你说呀 你说个数 二十万够不够 我要是你呀 我就学聪明点 现在赶紧拿钱走人 行 这是账号 下午五点以前把钱赶到账号里 幸会 就这么着 我以不变一万变 杀他个屁家不留 你不吹能死啊 谁吹了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走了 剩下霞丹姆十一人在包间 拔剑四顾心茫然 幸好我早有准备 我就背着他给我钱这一招呢 我现在看他怎么办 韩文静 你这怎么不听指挥啊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哪有什么指挥啊 全靠临场发挥 再说你也没有给我什么方向了 你背着我把银行卡办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我哪知道用得上啊 以防万一呗 这能见招拆招就不错了 这要搁你去 你能像我一样 临危不惧世子如归吗 不能 那不就得了 我跟你说 这福尔摩斯可厉害了 我差一点就露馅了 要不是我心理素质强 一般人介绍他 就先被吓死 气势上直接败下阵来 不是不是 我们得做两手准备 要么给钱了 要么没给 先想想 要是没给怎么办 没给 没给就麻烦他 把这口气生生给我咽回去 从此以后就不要 再找王源的麻烦 那要给了呢 给了就脚笔难办 咱们得把钱取出来 给王源送过去 再好好跟他解释解释 顺便再劝劝他 像他们这种家庭 这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都是自己一手挣出来的 我觉得二十万 不会一下子拿出来吧 我也觉得他不会给 但这话他已经说了 一往去银行查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最好别给 这王源可不是好劝的主 那能怎么办啊 人家老婆都打上门来了 就等着彭永辉吗 要么就跟他彻底断了 你觉得王源做得到吗 他又能做到 他能走到今天吗 那不就得了吗 人是人老婆自己找着的 钱是人老婆自己打过来的 凭什么不要啊 我还想少呢 你说王源是谈钱的主吗 他只谈感情不谈钱 那就得看彭永辉的了 这么多年了也该做一个了断了吧 要么离婚 要么跟王源一刀两断 凭什么呀 什么好事都让他一人站着 他以为他是谁呀 你觉得他能离婚吗 不知道 要离早离了 走啊 便宜他了 快点啊 快点啊 田田呢 不是让你送姥姥家进了吗 快点啊 什么情况 爆炸了 真小 早知道都要一点了 走吧 给王源送过去 走啊 站住 怎么了 收拾桌子 你又发什么神经啊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做 凭什么呀 我是保姆啊 你如果不愿意干 我们可以去请个保姆啊 你说得到轻巧 那孩子怎么办呀 孩子你也不管了是吧 行啊 明儿我就把他送孤儿院去 你有病吧 你才有病啊 彭友辉 你别以为你什么事我都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找个什么好东西呢 还不是二十万就让我打发了吗 你是不是真以为人家对你是有感情 真的爱你啊 告诉你彭友辉 如果你没钱 狗屁都不是 你刚说什么呢 什么二十万 你把谁给打发了 你问王源去吧 待会儿咱们一定得面带微笑 感情真挚 就问王源 王源 你说人生在世草木一秋 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源肯定说 我觉得是感情吧 你们怎么突然问这个啊 然后咱们就接着说 错 感情呢分很多种 爱情算个屁啊 告诉你吧 最重要的是 亲情 友情和金钱 没错 王源一向懒得 跟我们理论这种问题 肯定满口答应表示赞同 接下来就好办 对 然后我们俩再兵分两路 一路呢 就谈感情 痛斥彭友辉不是人 这么多年也没意识到 他的一片真情 青春就在他身上消耗殆尽不说 还落得个满地烧些 好 别打岔 再一路就谈现实 你看现在大环境 经济危机了吧 物价飞涨了吧 到最后理想都得兑换成 车子 房子和银子 以此来表现金钱在当村社会的重要性 没错 先从感情上击垮他 让他对彭友辉彻底绝望 然后从价值观上正确引导 让他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笔钱 靠谱 嗯 好了 好了 别忘了 笑了 小环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代表组织来看望你 集个人 他是组织 我是个人 你们俩怎么笑得那么假 跟推销似的 好 喝什么 不喝酒 今天不喝酒 什么情况呀 你们俩怎么了 你说呀 不敢说呀 要不你开个头 你们俩说笑呢 我说 喂 你今天怎么能不地道之后 给咱俩不都商量好了吗 不是 你开个头我就可以 不是 你说呀 你看他那种 你给我个影子呀 我说什么呀 我上来就说 反正不是我 你好 你要不信就算了 那会是谁呢 谁呀 不知道 怎么生气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谁在电话呀 你怎么了 谁在电话呀 你怎么了 这朋友会在外面有女朋友 谁呀 我不知道 这朋友会 真行 这回狐狸一巴露出来了吧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听他的意思呢 他老婆 我 发现他外面有女朋友 反正不是我 好 发现得好 这回你认清楚他的本质了吧 也就你爱搭理他 你说你跟朋友会在一块 能闹着什么好啊 这朋友会话长得还挺多啊 那我怎么没事吧 怎么了 我听着怎么会有点不太对劲啊 说的不会是你吧 怎么会是王远啊 不是你想想 佛罗摩斯 中午刚跟你见外面 下午就发现一轮新的奸情了 也对啊 不是 王远 朋友会有女朋友了 那她给你打电话干吗呀 她问我 我今天上午 有没有跟她老婆见过面 有没有拿她老婆给她见过面 有没有钱 我说我没有 我怎么可能 然后她说没事了 我接着问她的时候 她就说 误会了 然后我就滚了 手下败将 手下败将 你说这佛罗摩斯怎么能这样啊 朝不离间呢 还有这一手 不是 我觉得她不会是在那儿 她没有机器拿呀 种种迹象表明 这事就是她办的呀 不是 她钱都给了拿什么呀 再说了 会不会是彭永辉发现的 放屁吧 彭永辉知道了 还能让她跟我见面 跟你见面 我已经给她打电话了 她说不是她 周芳 请你以后 不要再干这种蠢事了 我干蠢事 你宁可相信她也不相信我 是不是 彭永辉 彭永辉 事情那全部经过就是这样的 还好是我去了 要是你 本来脾气又好 又觉得心中有愧 那还不被她欺负死啊 是吧 是吧 文青 好 谢谢你 王源 你别难过了 为这种人伤心 根本就不值得 我喜欢她有错吗 有错 你收了她的钱 不要白不要 什么叫不要白不要 那钱不是白给的 那是我这么多年的青春换来的 把钱给我 多少钱 太少了二十万 你想干吗呀 不干什么 把钱还给她 顺便问问 我喜欢她这么多年 她把我王源当成什么人 问我是不是收了她老婆的钱 二十万 是我现在是很缺钱 但我不会要这样的钱 你可别傻 你们走吧 你不能还给她 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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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得了 好 这个好 好 还是笨子 估计是咋了 你见过王源对谁说滚了 把彭永辉叫什么 好好跟他谈谈 不行 现在时机还没到 还没到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 今天不能谈 明天不能谈 这一辈子都不能谈吗 我们老家楼下的那一对 从刚结婚就开始闹 现在可好 七十多岁了 分居都四十多年了 法院都疯了 王源都没让彭永辉离成婚 你谈了就管用啊 我不说实话我心里不痛快呀 这王源太惯着谈了 这么多年了 王源一直逆来顺手忍气吞声 跟个小媳妇似的 你可为难自己 也不难为别人 你说这王源怎么这么能忍啊 这朋友会还算好的 我一哥们前段时间闹离婚 闹得心情胆战的 每天回家第一件事 开门就看他老婆在不在家 要是四处找了还没在 立马冲销窗口 看有没有人跳楼 该 男人都这样 离婚说起来特简单 做起来比登天还难 再说 如果朋友会要是 抛弃他老婆跟王源好 他难保以后不跟别人好 你愿意看着王源以后 变得生活跟福尔摩斯一样 我不跟你聊这些了 你自己找的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跟你聊这些 无异于问道于忙 有一次我在一本书上 看见一句话 说我有老婆了 你还喜欢我 一年两年 那是作风问题 三年四年 那是道德问题 要是十年八年了 那就是爱情 我立马就想到王源了 别往爱情上扯了 一个男人结了婚 还给你若即若离 要么薄情 要么寡义 要么薄情寡义 那么喝点酒吧 继续想办法吧 今天别喝了 等等消息吧 我深知王源的冷静 其实是一种绝望 你本来相信爱情 爱情伤了你的心 你本来相信朋友 但朋友伤了你的心 后来你什么也不相信了 结果自己伤了自己的心 你必须要靠着她 与谁谁 大银 大银 伤了自己的作与手 好 好 喂 我在家里 有什么急事吗 那行 那这样吧 我一会儿就过去 好 一会儿见 拜拜 谁打的电话 公司同事 哪个同事 说了你也不认识 今天是周末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去见一个同事 我不管 你今天要不说清楚 你干什么去 别说这个家门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别无理取闹成吗 我还就无理取闹了 怎么了 朋友 喂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还钱的 什么钱 这是你昨天说的 你老婆的钱 不过不是给我的 是给韩文静的 请你还给她 我老婆给韩文静钱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回去问你老婆吧 她都清楚 朋友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 其实 还有这个 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你资助给我的学费 我现在攒够了 还给你 我不欠你了 站住 你来看什么 别搅和了行不行 还嫌不够乱 谁搅和了 你谁呀 说话呀 我是王源 你是王源 你不是我昨天见的那个人啊 你说 你到底谁啊 你别闹了好不好 有什么话咱俩回家去说 好吗 你就是福尔摩斯吧 什么福尔摩斯 你说什么呢你 找人调查自己丈夫的福尔摩斯 你别走 你给我站住 你跟我老婆到底什么关系 以前是同事关系 现在什么都不是了 黄罗慧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以前是同事关系 现在什么都不是 好吧 相 cords 他开始帮您了 ninguém想相信 则都能里面 计划 很快 你说你刚下飞机 我就把你拉出来了 真的不好意思 坐了两天的飞机 累坏了吧 不累 不累 我就说你别因为 这是生气啊 气大伤身 万一气坏身体 不知道 你也看到了 这就是我这几年的 感情生活 让你尖笑了 那你以后 打算怎么办 能怎么打算 其实你们在一个公司 抬头不见地头见的 会不会尴尬啊 我不知道 这世上好男人 不止朋友会一个啊 我没谈过恋爱 就只喜欢过这么一个男的 而且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他对我挺好 你能告诉我 你跟他俩怎么认识的呢 你真想听 你也知道 你现在的 你话好好说 好好说 我跟你好好说 好好说的 好好说的 好好说的了吗 你干什么方太太 我问你 为什么跟我见面的话 给我老公送钱的是两个人 为什么 什么两个人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人是你联系的你不知道 你什么 你这个 静头 静 静头 骗子 一个骗子 你冷静 你冷静 冷静了 咬我 是 是 是 洪奶奶 洪奶奶 你 洪奶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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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打算回去以后 跟她离婚吗 我是不会离婚的